西里兰卡证实 继1983年起 由于已超过20年的内战 泰米尔游击队对抗政府军 引起其虚的暴力 已造成7万人死亡 悲惨的后果令百姓不得不逃离家园 西里兰卡的天主教团体 与差不多25位神父 正为人们提供援助 尤其照顾伤者 但由于药物与育成用品缺乏 令救援的工作白向扎金 圣纳里蒙西刚任令为 叙利亚的市籍 但继续处理西里兰卡大事的工作 他在接受 凡迪干广播电台访问时声称 在哥伦布市的中立区 直实极有依旧基地 却具有权力 但已证实因意外 已导致200人死伤 圣纳里蒙西长调 有必要先解决冲突 才能找到和平的方案 不仅要治愈25年的内战 更要挽救社会的不公 因此困难重重 教会的工作任重道远 可付出调停和解的贡献 西里兰卡最后一起停战 是在2002年2月 但敌对双方不守协议 以为2004年12月的海啸灾难 能结束内战 但事实证明又开始更激励的战争 目前 泰米尔游击队在东北部山宁的 三角形地区设防300公里 大部分的西里兰卡人口信奉佛教 而天主教徒占少数 恩尔游击二 203年3月 岁12月 113日 156日